记者刘庆侯台北报道,昨日发生了反年改群众突袭立法院退役上校柳德生攀强罪的重伤事件。 警方今日根据案发史搜证监视画面指控,全民拔菜总部发起人如潮财,涉嫌教唆宣传车阻挡不让救护车进入,以致延迟救援柳德生。 警方将在明日传唤对方到岸说明并依法就办。 警方表示,27日抗议军人年金改革团体全民拔菜总部等抗议团体,在清晨5时30分涉嫌违法侵入立法院院区,随后并发生了男鹰攀爬院内建筑物外墙不顺坠落受伤悍事,警方却遭外界质疑有延误送医情事。 本市中镇第一分局过滤搜证画面,发现现场指挥官在得知意外事件后,立即预告。 6点58分,呼吁阻党立法院青岛东路门前的蓝色自小货车使用人卢朝财,人站立车上指挥,不让宣传车移动。 3分钟后,7点01分,住户车宁敌抵达青岛东路杠门口,卢朝财及宣传车,经现场指挥官劝导,告诫人具不移动车辆,以致住户车迟约2分钟后,7点03分,不得已改道离开。 由镇江街侧门进入,对喵南实施急救,完成初步急救后,警方随即清出通道,跑步护送喵南跟上住户车送医。 警方根据搜证影像显示,第一时间最主要妨碍救护车进入者是站在宣传车上指挥的卢朝财,有涉嫌阻挡。 救护之故意,警方已报请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将在明一日发出通知书请入明道案说明并依强制罪嫌阻挡。 另一同样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文,救护车不立即避让,处3600元并吊销驾驶执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